人死亡时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丹佛一名医生曾报道过一位女病人的奇怪经历 该女子是位盲人 但却能在昏厥期间看到房间内的八位病人 并准确描述出了病房内发生的所有事 原来这种毛骨悚然的灵魂立体 属于人接近死亡时所经历的病死体验 后来心理学家研究了200个病死体验者 虽然每个人性格和经历不同 但病死时却有着十条惊人的相同感受 首先他们都能听到自己被医生宣告死亡 感到身体器官急速衰竭 并然随着短暂的疼痛感烧动机势 他们会有前所未有的舒适感 而接下来的八种感受更让人细思极恐 第三会听到奇怪的声音 宛若优美的曲调 第四感觉自己在黑暗的过渡地带苏醒 一边是现实另一边是梦境 第五他们都能看到自己的身体 第六他们努力和身边的人交流 却没人给予回应 第七视觉天觉瞬间加强 甚至盲人也可以看清 而随着一道亮光出现 他们会重新感受这一生喜怒哀乐的画面 而有幸被救活的人 都会经历被一团烟雾阻拦 然后仿佛从一场梦境中逐渐清醒